由尔东森指导制作费高达两亿港元拍摄的电影《新宿事件》 集合两岸三地跟日本四个地方的重量级演员参与 有《成龙大哥》、吴彦祖、徐静磊、胡东资人等等 电影除了得到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之外 就连一项严禁拍摄的东京歌舞集团场所也成为戏中场景 不过片中的一大焦点就是在电影世界中 永远拥有故事自身的《成龙大哥》将会面临悲惨的结局 而且他不再饰演警察这类英雄角色 而是一个逃亡去日本的难民 现在我们率先为大家送上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东京这个地方呀空气好得不得了 自来水的味道也好得不得了 我来叫你认人 替苹果拿帮去福建的 你后面那个是个小白脸 上海人 你哪里的中国人呢 一体怎么回事 那些人是我的一小白脸 一小白脸的一小白脸 一小白脸的一小白脸 但我怎么救了你 我们要超过六十万 才能做得到 你怎么做得到 你怎么做得到 你一个人 没了 放手换我 放手换我 杀了他 都是一个大脸说让我过去 去了还回不回来 你怕我不回来呀 你帮我帮助你 帮你帮助你 掌口已经没了 你马上把小孩带着 到大驼火车站 我等你 侍兵魂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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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